哈哈哈哈 鬼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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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近连续做了几期国曼视频 发现根本停不下来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新的国产通话 叫做通知者 那么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有哪些有趣的国产故事 这是一个拥有美丽祥和风景的城镇 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张大宝 大宝明天见 大宝天天见 自从用了大宝SO地秘之后 青春斗就不见鸟 不好意思跑题了 故事的开端要从一个案件说起 讲述了一个叫做贵盐夜的少女 和一个人渣谈恋爱 他借以工作之名在夜店双灰 孤独在家的少女留下了金银的泪水 然后一声巨雷响起 窗外恶人的血道 交出你的内内 没有错 少女面临着一个凑牛忙的骚扰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张大宝 一个十足的屌丝 另外吐槽一下海贼王的海报好瞩目呀 大家可以暂停地看一下有哪些海报 像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疯狂挫着鲁啊鲁的好机友 故事的发展就是由我们的张大宝 去抓住骚扰美女的臭流氓 来到妹子家中准备调查 而就在此刻 少年感觉自己体内的九尾妖狐产生了躁动 这个时候好机友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它可以在动画中起到强行解说的作用 它解释到蓝主这是低微抑郁症 拥有超强的洞察能力 简单的说就是主角专属外挂 一番分析之后蓝主决定蹲草丛 德马西亚我们的嫌疑犯 结果嫌疑犯突然散性晋升 然后一惨子就把蓝主打死了 全聚踪 动画这边只出了一集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关注一下 那因为现在进度条还很短 为了拖时间我们再把另一个有生之年系列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没有错就是来自有妖气的十万个冷笑话第三季 居然开播了 那按照惯例动画一开始会有一堆三次元的少男少女大喊屎 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吐槽类的动画 所以也不用我再去吐槽一次了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这一集我们看到的是国诈篇的最终篇 首先是金高娃送了小龙女一个如意电动漫 又出又大又威猛 以及用魂天灵跳双结棍的思虎 变成了肉蛋战车的灵珠子 按故事的剧情是要帮国诈拼人偶生 但人偶生却多了三驼 完全看不懂这三驼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给这么多镜头 为什么 哎呀我就是这么纯洁 之后接了个有趣的回忆杀 第一集又结束了 话说我介绍的两部动画进度条 怎么才这么点呢 作为业界第一黑心主播 我决定给他说一个笑话凑起五分钟 啊笑的好累打个广告吧 如果您对本节目感兴趣 欢迎来土豆网搜索溜刀 订阅溜刀的土豆自频道 溜刀会기 cheating 带来更多很好玩的视频 我不会这么轻易的 哈哈 以为我就会这么水一期 这么容易被踩透我就不是拗到军了 今天带来的第三部新国漫 就是这部金巨猫 这部动画和之前介绍的两部不一样 因为它一集有24分钟 再加上所有的角色都是猫 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猜出来 这是一部电视动画 金巨猫是一部以金巨为元素 猫为主角的功夫奇幻动画 以锦恶成间弘扬真善美为主题 将金巨的绝活化为炫酷的技能 那么作为一个正常形式的长篇动画 在这里我就详细为大家解读一下 哎呦 更五分钟了 快 这部东生肯定是什么 这部东西最后教言了 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